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摆设部分是比室温还要再高一点 然后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热险象仪来检测这个机电设备 是否有温度异常的情况 但是小凤丘第一救灾救护大队的小凤安全方向基督团 是在来到正合制药公司的基盘 输用热险象仪来检测变电收来的设备的温度 能够到手帮里面来检队到原物料的奉地 消防设备的检测以及使用方式的价德 希望提供工业库的出雄 随时就要了解组亡方向的重要性 这也能够来批评到灾害的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消防安全防护团 来帮忙就是这些业者 就是做一个他们一些可兰物的像成品啊 半成品啊或者原料 它的堆放是不是是不是正确 像我们也会系到我们的那热险象仪啊 热险象仪然后来做看他们的那个便电箱啊 一些电器用品温度会不会过高 做一个预防啦 那日后的话也是希望说他们厂房这边 然后自己有一个检测温度的这种设备 然后强化自己的安全 小红叫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育人标识 生涯工业区有一百五十多斤的手房 除了建立 从说小红变做一些良好的企业电风系统以外 最基本的还是自己的手房的安全 设施要做好好 所以第一大队就造成小红安全 逢好指导团 实际到有需要的手房来检查 包括到可人物的芯片 半芯片 完料丁丁 所放的围地有适合 输用热险箱仪来检查 电器机械 设备的温度时 温度有益胸 并且季度手上 初期没费的机灵 娇博王冠 跟你异小的行列 透过小红专业的困难 也能帮助到自己的钢手 应付图化的总控 达到自己的资产 自己保护的精神 我们在新闻视频显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